而另外花蓮县议员杨华美则针对了日前沸沸扬扬 花蓮县长徐真卫本人的农地违规使用事件 扩及沙滩车占用农地工部门是否有抓小放大 先一提出质询 并建议调整农业处水土保持科的组织架构 以及检疫水保的审查标准还有流程 是否委托工会或是外部的专家协助审查 提出缺失改进的地方 抢救农地要带头示范不要带头违法 建议员杨花美接着质询 针对日前沸沸扬扬 华联县长徐真卫本人的农地违规使用事件 扩及农地违规使用的大型案例 针对新城乡顺安村沙滩车占用农地 认为对一般民众农业用地违规较为严格 却放过违规大忽业者 工部门是否有抓小放大嫌疑 建议农业处在农地管理上应积极主动 也许能帮县长搬回颜面 前两周有整个新城乡的农民 大概非常多位 然后来找我成情集体成情 就是在讲他们的耕地的面积越来越少 因为当然有很多的因素 因为沙滩车它的使用的需求增加了 那当然就是地主它对于租金收入这件事情 它可能会有一些考量 因为每公顷一整年租给农民 大概只有两万块 但是租给沙滩车业者大概一个月可以到三万块 所以一年两万块跟一年可能将近四十万个的收入 当然地主会选择我要租给收入更高的人 那但是回到县政府对于农地的保护 对于农地的数量以及农地的质量 这件事情我认为农业处必须要非常的重视 那怎么重视呢 它除了要管理怎么样的主动积差 被动积差 那你甚至要让农民有地可耕种 当然如果农民都没有农地可以来种植了 那我认为农业处编了极大的预算 在行销农产品 然后做包装 我认为也没有意义了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不能本末导致的事情 水土保持科它的人力严重不足没有专业 所以造成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我想还是回到就是说 我们不希望发生去年在基隆的贡子山寮的 贡子寮山的案例 大规模走山 那这不是我们想乐见的 所以非常期待县长还有农业处处长 能够将水保科的业务能够彻底的划分 农业管理该回到农镇就回到农镇 水土保持就让他好好的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的审理 苏审的部分 你要好好的找专业团队 陪同委托他们去做施工检查 完工检查 那你的苏审也不能够呼隆过去 那更重要的是 你如果要期待要委托给乡镇市公所 你的行政程序要做好 不要陷乡镇市公所于不义 另外针对山坡地 认为农业处水土保持科 在预算人力以及植物分配 需要改善和重新组织提出看法 尤其在112年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 绩效考核成果现实当中 14个县市评比 华林县府排名倒数第二 建前农业处调整水保科的组织架构 重新检视检疫水保的审查流程 并建立审查标准 以及委托工会 外部专家协助审查检疫水保 接着长邦彦华女士报导